每晚沒想到 台灣省不聲不響 在這波疫情不完全的統計 兩個月死了五千人 都說台灣省的經濟醫療水平 可是大陸任何一個城市比得了嗎 為什麼會這樣呢 五千人換來是什麼 是經濟飛速發展嗎 經濟發展就比人命更加重要嗎 我不在乎什麼大國崛起 只在乎小民的尊嚴 看這篇文章之後 我就跳過去看看現在的統計 這邊來自 World Odometers 台灣現在確診了348萬7599人 死亡人數五千八百一十七 剛剛近這兩個月的死亡人數 超過五千名 我們看看近期的表現 這就是每日新增確診的總數直線上升 每日新增確診 大部分來自這兩個月的死亡人數 大部分來自這兩個月的死亡人數 這就是活躍數目 死亡人數總數 這裡前面大約有七百多人 然後直線上升 所以近期是多了五千人 每日的死亡人數 每日的死亡人數 現在還在說 百多人 八二三人左右 希望 咱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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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